新党跟国民党 现在是什么关系 过去什么关系 我们都从国民党出生 因为李登辉 所以我们离开了国民党 因为今天 林郑先生 因为马云九先生 所以我们是合作的过去 跟国民党是合作的关系 这个合作请各位注意 各位都当过边关 各位在清宗待过 战争要赢了 要有主力也要有侧义 没有侧义的主力去战争 往往被人家见面 各位想 新党业力当侧义 我知道我想 我也不跟你争 但是我当个侧义 这个侧义可以掩护主力 可以顺利的当前 但是侧义不能消失 因为主力万一被见面了 连侧义也没有了 就整个阵地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 我想起比较粗鲁的话 新党部队 因为最起码 他敢讲 我们社会还认为 他还敢讲 我们认为 类似还认为空道的话 否则的话 这个社会算什么呢 这个类似算什么呢 下一代再下一代 还有中国 今天在台湾 中国人变成一个 南开口的字 什么时候变成南里开口 什么时候中国变成一个 忽略的名字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 是一个说不出口的字 是谁 权力的人很重要 空时之或我记忆 又人间之首相 假如有权力的人 有花言台的人 业力把这个信息 一次两次 让大家有沉淀思考的机会 那这个社会 最起码不会偏的太多 不会偏的太差 今天这个社会是很严格的分类 但是大家不敢讲真话 亲爱的朋友 今天一幕名人 作为新党部级的第一名 他不要 是我极力认为你要 因为 让一幕名这样的人 进到六海 一死 顶着好几个啊 各位同不同意 那一卡 你又撞得过两个啦 对吧 共云洞一堆老板 一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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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幕名要怎么上 要五十万料 五十万要在那上得了啊 三十八万票上不了啊 各位 他上去啊 他代表很多的意义 这意义就是说 我们严厉当作 然今的一份子 而且我们严厉担任侧义 这个侧义来掩护主力 可以顺利的当写 可以达成正面 我们来说 很多国民党 该说不敢说都说 我们来讲 国民党很多 该讲不敢讲的话 我们要说 很多这个社会 应该都说出来 而大家害怕不敢说出来的话 为什么 很简单啊 新党要的不多 新党要五十万票而已啊 新党要五百万票 可能就有不同的家伙啊 各位清楚了没有 这边也要讨好 那边老边也要讨好 因为要五百万票啊 今天新党钱要多少 要五十万票 我们不怕得罪人 因为只有得罪人 在某种程度 才能够凸显身体 因为你要五百零一万票 五百万零一票 所以你知道 这个要好 这个要好 所以我们这个话 不能讲多讲多 怕得罪他 这个话不能这样说 不怕得罪他 怕死啊 怕怕怕 为了写票 怕东怕西 怕到最后 连自己的主宗都怕掉了 连自己的历史都怕掉了 可是现实啊 没办法 民主政治就是要选票了 所以 新党为什么要存在 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 看很多该说的话 我们来说 我刚刚 刚刚啊 李主席跟各位谈了很多 我再跟各位补充几点 各位再想一想 各位再想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啊 我们很多人还活在二十世纪 还有在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台湾 跟上个年代 各位从大陆来台的时候 不一样啊 1949年来台的 那一个两岸的关系 跟今天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各位 很多人 昨天还在跟你吃火锅 今天你接到电话 我现在在北京啊 你什么时候来 这种事你想得到吗 完全在这里 大家发现 是魔圈 一起的 我再告诉各位 从台北 松山机场 灰 红桥机场 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就到上海了 从台北到高田到高宗 要两个钟头 啊 各位 世界不是变了吗 前世界 在二十世纪 在1800 1900年 就是庚子世界那一年 1900年 当八国联军 踩进北京城的时候 谁敢说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界 像是人啊 怎么可能都快亡国了 抗战的时候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 是来鼓励我们 你也不太相信 因为不晓得 这一个抗战 你不能撑得过 在民国三十八年 当初在台台的时候 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 说别扯了 坐稳和一起 不要乱讲 可是到了二十一年的今天 我告诉大家说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 谁敢否认 现在来了 作为台湾 作为中华民族 一份子的我们 要不要搭上这一部列车 主张孩子要不要搭 但是我们的孩子要不要搭 现在你二十岁的孩子 也就知道到了在八十年 九十年后 还有九十年的时间 是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里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这一趟列车 是全世界都在搭 有一个最方便的人 叫做台湾人 同温同种 一脚踩过去就可以搭 才用人帮忙搭下来 不要搭 被搭久了 自己还相信不要去搭 什么话 全世界想办法搭 而且他们搭得多辛苦 你知道全世界要学中文最困难 英文是最简单的 因为英文是拼音的 中文是图文 那看下 他不怕踢空啊 批语什么话 老外学中文很辛苦啊 以前我们要来来来来 台大去去去去去美国 不是吗 老师告诉你 不懂的英文是二十世纪的虾子 所以很可怜 我们在乡下长大的 读英文读的很辛苦 现在外国人导师是告诉他 各位同学 你们要写中文 不写中文 你们要签读 各位 这是一个世界逃流吧 台湾要不要忘记 台湾要不要跟上去 我们今天的政治最可恶的地方是 建了一道墙 让台湾的下一代 搭不上这部火车 现在世界经济也明白告诉你 欧债 搞得欧洲的经济很辛苦 美国 经济上上下下 但是全世界都相信一个事情 中国大陆 不但从世界的工厂 现在就变成世界的市场 各位你知道 我们到美国去做生意 跟到大陆去做生意 跟到大陆去做生意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你们还是过去有这波 国际贸易的小孩 你到美国 你只能把东西交给谁 交给贸易商 以后你就不能做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开通美国市场 你只能一个一个交给贸易商 为什么 因为ABC每一次看得懂 然后喝起来没有一个字看得懂 就这是以为生活习惯的压力 可是帮到台北 到大陆不一样 我开始可以交给贸易商 我觉得不错 我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内陆市场 没有大陆会有旺旺 旺旺有文在台湾只有旺旺旺 现在到大陆的时候 旺旺不一样 在这里只是小狗啊 到了那里又变成什么样子 大差啊 各位我再告诉各位一个事 全世界的户航排行榜 有好多我们不认识 都是美国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在美国的内销市场 能够开第一 他就可能全世界最不好 一样的道理不久而会啊 以后你们很多你不认识的户豪 因为他只要在大陆有没有 销售排第一 一个康斯物不是是一个例子的吗 不过一个方便面 这些做方便面还有做民国的 现在是有私人飞机飞来飞去 你想得到吗 以前台湾做民国的 做方便面的都以后 抱起来私人飞机 世界飞来飞去 公民不要打算 现在是40 所以请各位注意 21世纪来飞 跟20世纪 19世纪 是不一样的时代 可是我们的当政者 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国民党 会有选调 鬼子 胡说 一个是乱说 一个是不敢说 乱说的我们没信心 不敢说的我们快话 就请各位支持感受的新党 好不好 拜托 而且要你不多保持要你多少 要你很夸 要不要再改变了 所以呢 你不要勇敢的投国民党 安心投国党 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家里 要投那个政党不分区的时候 有没有 支持一点全部新党 有人有意见 不然都不仅比我有新党 分你票嘛 有没有道理 而且国民党 清党跟国民党 跟清党不一样 对不对 我说什么 你们在电视看到我 我说你修理到 没办法的 现在那些人在这里 是人吗 什么时候 莫名其妙 什么党都当作 他说他讲我 我没讲我 我不 不提了 讲到他活就大 好